白菜炖粉条怎么做才好吃 原来诀窍在这里 先向入味 炖一锅都吃不够 今天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大白菜一片一片的这样掰下来后清洗干净 准备一把粉条用开水泡软 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子分开 把白菜帮用刀拍一拍 这样更容易入味 再把白菜帮这样斜刀切成片 把白菜叶子用手撕成小片 用手撕的白菜叶子形状不规则 这样炒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老婆想吃红烧肉了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肉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把花肉焯水后放入锅里煸炒出油 然后放入砂锅 加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五花肉 盖盖小火慢的一个小时 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香了 好了红烧肉做法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起锅烧油下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样吃起来更香而且还不腻 接着准备一点葱姜蒜和干辣椒段 再放点花椒和八角 然后放入锅中炒香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接着继续翻炒 翻炒片刻后倒入白菜帮 白菜帮炒软后再倒入白菜叶子 把白菜叶子也炒软 白菜叶子炒软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鸡精 再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 接着再稍微翻炒下 往里面加入开水冒过白菜 放入泡好的粉条 盖上盖子炖五分钟 好了已经炖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用这个方法做的白菜炖粉条 做法简单 又非常的下饭 再搭配上香喷喷的红烧肉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